姐姐,よろしく Eng,你去推倒了 тяж lengthk 因為我們這個分享會是不是ία tend 1986 在一個基金會底下一 "- me 是個尤任研究基金會 那 這基金會 過去曾經發布一些 就是論過於錯事了覆論參與金 或是其他方面的學生相關的講述專案 前一陣子因為去年開始 對於處理內容方面做一些推薦 就是我們開始對獨立遊戲相關的參賽 還有國外這些競賽資訊開始做一些推廣 然後也實際提出了一些贊助的辦法 包括說如果現在要參加一些獨立遊戲競賽的話 應該都要寫好投稿費 因為他們都要花人力去處理這些投稿費用 從投稿的這些文件或者是實際的作品 那這個投稿費的部分由基金會這邊可以做最初步的付款 那通常這個投稿費用通常是在兩三千塊以後的這個價格 不會很貴啦 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作品很不錯 自己想要參加的話 其實這個錢當然是還好多 但是我覺得說至少我們能夠拿到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那另外一方面是 如果你的作品真的有在這些國際上的論壇 或者是獨立遊戲相關競賽 有獲得入圍的話 那入圍的部分 你們就會開始進行行程上面的贊助 就是實際到那個 這個大會的會傳去 那如果你們真的有獲得 不只是入圍提名 是真的有獲得特殊獎項的話 那這邊還可以再做額外的 這個詳細的 詳細的辦法可能就要請大家上我們的網絡 那我今天先 先對獨立遊戲競賽 今年度的部分做一些update 那第一個是Indicade 所以我們在去年介紹過這個活動 他今年度的比賽已經公佈結束時間 是在5月15號就結束 那其實相當早 他們活動是在10月份 那現在就已經剩兩個多月 所以大概兩個月左右就要結束 這個條件的頭盤 那稍微提一下就是說 他們 Indicade其實是完全由 Indicade開發者組成的一個聚會 那他們的競賽 除了會選出很多入圍獎之外 其實他們會選出一些 可能最後不會得獎 但是他一樣會被 容許去現場 實際展出 實際在他們的現場 會場展出的一些作品 就是Showcase的部分 那Showcase的部分 裡面會有在一些被挑選 Finders的 就是真正在獲獎提名單裡面 那最後才會有各獎 像來各獎名單 那我覺得這邊的機會其實還蠻多 而且他們這邊的遊戲類型非常多 有不管是手機的還是Facebook的社群的 然後甚至是遊戲 各種還是說Console遊戲之類的 其實他們都有在 都有在接受 各式各樣的條件 而且就我知道他們算是 呃 非電子遊戲裡面 條件接受最多的一個一個 算是多樣是很高的 那再來這個是 全正你才知道 這個是 這是 英國Brighton的Develop Conference 裡面有一個叫Indeed Day Indeed Day的一個活動 那他們的Conference是辦在7月份 那Indeed Day Indeed Day這個 投稿活動截止是在5月14號 跟前面Indeed Day是幾乎是非常接近的 然後再來這邊是GP Play 如果大家上個月有看我們的分享會資料的話 那大家會知道說 今年他們開始增加了 他們都是從相關的這個 獨有機開發的 比賽項目 那現在的實際報名時間 跟Summit的時間都已經出來了 現在報名時間是在3月5號到5月15號 然後 這個 稿件Summit時間是在5月15號到6月12號 那可以投稿的放了 包括使用XMS5開發的作品 跟使用XMS5開發的作品 再來是Pax 這個就跟上個月調查過的一樣 目前是還沒有新的消息 但是我預計應該最近開始會有 這個投稿 結實時間的一些小數出來 他們的活動 今年以下已經確定辦在9月初 就是8月快到9月初 然後 這個BGS我們去年只高過的這個Sensor Modern Night 也算是實驗性遊戲的一個論壇 然後他們大概是7月左右會開始投稿 然後大概是在那個時候結束投稿 然後這個 我們最後講給我比較重心的就是 已經算是今年度剛過 然後明年要準備的話就準備名 這個Indie Game Challenge 他大概明年11月會結束投稿 然後大概最後這個就是 全世界最大多數個遊戲 相關的競賽就是Independent Game Festival 那他的China版 會在GDCChina出版 GDCChina大概每天都是11月版 所以他們的 China版的這個結束 大概是在8月底左右會結束投稿 那我們的基金會就是這個 就是你就是基金會 那 目前 就是有這個網頁在 做一些主流遊戲 他這些比賽 一些大概的介紹 跟他們參加的一些 一些條件限制之類的 還有一些朝日期排序的一些內容 那如果大家有 就是最近剛好雲晶有開始 打算做一個作品 打算可能今年中 或今年底下 有一個Polotime出來的話 其實可以參考一下 那 呃 我是希望說 就像剛 呃上半場提到的 像GDC Play 或者是像GDC AD Expo那樣子的活動 我覺得 不管有 如果你手上有出一些作品 或是 你一直有在猶豫說 到底要不要去的話 其實我今天一直想要跟你講 就是盡量有機會就是要去 因為 其實台灣能跟國外 開發者社群接觸 或者是說 實際上跟國外的 community 那 community可能包括開發者 真正的market的部分 這個 實際接觸的機會其實很少 那 如果說 呃 我們可以透過 像競賽贊助的方式 鼓勵大家 盡量往 門外化的話 其實我們是很樂觀行者 那 這個東西其實去年 已經有一些 不管是修正組別 或者是 實際業界的組別 已經有兩三組 有招呼 就是 聯絡過 然後也 直接贊助一些組別出去 但是 很不幸就是說 呃 今年的IGF 並沒有 我們台灣的相關團隊 對不對 那我們希望 就是去年有參加 比賽的這些團隊 明年一定要 就是坐在後面 要再一再立 好那 這邊大概就是 跟大家介紹 這個樣子 有